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列席的我們金監會主委 還有副主委各位列席的官員 請主席邀請金監會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老朋友 首先恭喜你 不過責任非常的繁重 業務也非常的多 但是以你所學 我相信一定能夠替我們國家 承擔更多的重任 也可以為我們的經濟發展 規劃一個嶄新的藍圖 我對你是非常的有信心 謝謝 今天特地來經濟委員會 最重要的有幾件事情 要來救教於這個主委 第一個就是我們新竹縣 縣政府積極在規劃推動 就是這個國際綠能智慧園區 這樣按你知道吧 知道 那目前這個也跟台大這個李校長 有協商 他們原則上也已經答應了 要把這個13公頃的土地 回撥這個10公頃 這個回來 那我們那個計畫也寫得不錯 也感謝這個金監會 已經合撥了200萬的規劃會 是不是 那目前我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這個 國際綠能智慧園區 那我們今天會這樣審查的一個結果 那目前呢有什麼建議沒有 那我不曉得審查報告出出來了 還沒有齁 審查報告還沒有出來是不是 謝謝 喔是規劃報告還沒有送到 所以現在應該只是有規劃費 然後正在規劃中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之前我們已經有寫了一個 有到 也有到金監會去啊 當時是 好像是山副主委吧 是不是 是山副主委 還有 對 我們也到經濟部啊 能源局啊 或是經濟部啊 我到了以後 我並沒有看到 我知道這個計畫 可是我沒有看到報告 對 我們當時有 也有到金監會做 做簡單的一個報告 對 我問山副主委 應該是比較清楚一點 是 報告率委員 這個 當初那個計畫 我們那個時候 基本上是 建議 因為那個計畫 基本上還是要主管機關 就是這個 新竹縣政府 所以還是要經過主管機關 然後才能夠到我們金監會 來去 因為那個計畫要這樣 才能夠確認下來 那當初您來我們會裡面 大家是做一個意見的 一個交換 當然我們在那個場合裡面 我們也提了一些想法 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但是 最後那個計畫 如果它是要 跑到經濟部去 那 因為是國際綠能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概念 所以如果那個裡面 要走到經濟部的話 那還是要經過經濟部那邊 再提出來 然後我們才會 正式來去做一個 一些體育部的處理 那 依據您所了解 這個 因為 我們那個location是不錯的 對不對 那location非常好啊 是 而且 那個也非常值錢的一塊土地啊 那如果說 可以好好規劃的話 也符合我們新竹地區 就科 科學城 然後我們現在綠能產業 那旁邊又有生物醫學園區 基本上呢 變成說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亮點 那 而且我們規劃呢 事實上也有一些教育的 性質的一些功能存在 啊 雖然這個 要賺錢可能比較困難 啊 但是呢 啊 他願意 地方政府願意提供這麼一塊 非常珍貴的土地出來 我想 這個是長遠的發展 對我們那個綠能的一個宣導啊 啊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我們建議說 這個 經建會這邊啊 啊 能夠 全力的來支持 啊 跟幫忙 我想這個案子啊 成了以後啊 將來 也可以整個凸顯我們台灣 啊 我們國家啊 對綠能產業的一個 重視 如果我們當然不能 雖然花的錢並不是很多 啊 但是它的功能啊 效用啊 應該是非常的大 對不對 是 我想 在這個裡面最重要的一個 大家都要去認真思考的一個地方 就是 它如何將來能夠長期永續的去經營 那 因為那個 那個地點實在是 絕佳的一個地點 就在獨北交流道的下面 那 所以它是一個絕佳的地點 那我們 其實 我們都希望如果 它再往這個 這個方向去走的話 我們都希望它 要成功 而且它必須要成功 那 那你覺得 剛才從你的話語裡面 感覺說 那將來經營是誰來經營 還是要 要 要 是由縣政府來經營好呢 還是說 由 委託工研院啊 或者說其他的單位來經營呢 比較好 目前的 目前的這個 上一次我們所看到的計畫 它比較是以工研院為主的 一個 一個 主導的方向來去走 那 當然就是 現在 我上次聽到 縣長也說 那這個也有一些民間重要的 一些機關 這個 民間一些重要的企業 他們也願意來投資 來去興建 那 所以在這個裡面 將來就是變成是說 工研院跟 民間的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公司 他們怎麼樣 公私合影 然後好好的去 把那塊地 然後把它 經營起來 那經營起來 其實在這個裡面 那它到底是要做 office的 partially 部分的去做office的space 還是部分的來去做 其他的商業性的用途 還有開放給民間來去參觀等等 這些都是牵涉到不同的經營的形態 那但是委員您也非常清楚 就是萬法不離中 在這個裡面 最重要的事情是說 那它一定要 在商業上面能夠成功 不管它是什麼樣的商業 它一定要在商業上面 能夠成功 那那一塊園區 才能夠遞進其力 那你的意思是說 還是要 你的建議是用outstourcing的方式 縣政府有沒有這個能力去經營管理 應該還是有點問題 這個 這個是我目前還沒有辦法看到 縣政府的建議的計畫 目前還沒看到 喔這樣是不是 是 那表示說 你有很仔細的看我們那個計畫 那也是我們的缺點之一 我們希望呢 我回去會好好的跟邱縣長 跟他建議一下 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覺得 對我們台灣的 突顯我們台灣的綠能產業 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而且相關的綠能產業的 他們也願意來配合 我想這個不管是產官學界 都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想這個是要綜合體了 也不是說哪一個 但是縣政府既然有這樣的一個意向 而且有強烈的一個企圖心 我覺得這個也是 現在難逢的一個機會 請這個經驗會啊 多多來跟我們協助好不好 那另外啊 我們還是還有一個 跟我們經驗會有相關的問題 我們新竹市啊 現在 我們許市長也去 就那個四伯啊 台灣館啊 也已經這個標到了嘛 四億五千八百多萬 標了這個四伯台灣館 當時呢 這個 我們散副主委也有跟我提到 我們在 在那個 請散副主委上 沒關係 不過我剛才那個可不可以補充一句 就是說因為 那個 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綠能的那個部分 因為還沒有確定最後的模式 所以我們是 其實是建議說 這個 當然政府是提供 就是台大的地 就是政府提供土地 基本上 那可是到底誰投資 因為現在還沒有定案 我們是很希望說 能夠順著我們的這個 全球招商 一起就是把這個帶出去 所以這我們也會跟縣政府談 我不曉得這個話 會不會收到 台灣大學那邊呢 也會來學 因為我們這個 像譬如我們現在要去新加坡 它有四個重點產業 其中一個就是 就是這個 包括綠能在裡面的這個 產業 那像這樣的話 他們就會希望知道說 台灣有哪些計畫 現在正在規劃中 然後看看他們那邊 是不是有人有興趣 那像這樣的話 就可能可以以BOT的方式 就 我想這個是提供給委員 謝謝 非常感謝主委 有提醒我們 我想這個 我在找個機會 再請邱縣長 再繼續跟你們 進建會再好好談一下 你們有什麼資源啊 或者有什麼建議啊 也可以提供給他們 讓我們這個 將來在 Running的過程當中 能夠更為順暢 不過有一點我要說明的 就是說那個 土地的問題啊 那個土地原來是 本來給台大是22公頃 那結果台大十幾年沒有動作啊 那後來再給他13公頃 這13公頃呢 是一塊錢 作駕的 等於送他啦 但十幾年沒有啊 我們地方 地方鄉親就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浪費 所以我們才跟他要回來 那目前呢 這個 台大李校長 其實也已經答應 也願意配合 那是 可能是10公頃左右的這樣 那當然他 那等於說這綠能園區13公頃呢 他基本上呢 他 台大也會來共同來參與啊 我想說 各機關共襄盛舉啊 對 包括就是人力資源 就可以去採取 對對對 可以解決一部分的 這個人力資源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 這個 新竹市啊 現在已經 標到這個 市博啊 台灣館 當時我們三副主委啊 也有一些建議 我覺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那天 為了三副主委的這樣一個建議啊 我去拜訪了徐市長啊 還有拜訪了王 王志剛啊 甚至到這個 市博啊 台灣館啊 去參訪一下 所以 那我們 第一個 我們的原則就是說 這有 如果 他不是唯一的 那就失去了意義 標回來 所以我們希望說 市博台灣館 就整個要移回新竹 既然標到了 就要移回新竹 絕對不能在 這個大陸啊 或是哪一個城市啊 昆山啊 或蘇州啊 他們買去啦 變成第二個館 我想這有 我們主權象徵的意義啦 而且是應該世界唯一 不能有世界唯二 如果有世界唯二的話 我們標的等於是白標 等於是假的 浪費我們這個錢啊 所以 我們現在地點也選好了 就是在 呃 這個 台肥 啊 五場啊 新竹市台肥五場 那塊地有五公頃的土地 那我們 呃 現在也在做一些規劃 筆圖啊 我們希望將來這個部分啊 也請啊 呃 經建會這邊 來跟我們 協助 好不好 好 好 有沒問題 謝謝 請郭忠宗委員 郭忠宗委員 郭忠宗委員 請檢照棟委員 檢照棟委員 檢照棟委員 請羅蘇雷委員 羅蘇雷委員 羅蘇雷委員 請蔡正元委員 蔡正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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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劉勝良委員 請廊安住委員 請廊安住委員 廖安住委員 廖安住委員 請純潔委員 鑁走委員 請王建志委員 請王建志委員 王建志委員 王建志委員 請欧龍均委員 歐兜金委員 歐兜金委員 請李明君委員 李明君委員 請廖廣東委員 廖國東委員 廖國東委員 請趙麗芸委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